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加油思宝 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关于现在养牛 需不需要给这个牛穿这个牛逼环 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下面我先就我这位的牛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今天把这个份清理了一下 是不是看着干净多了 下面我找我这边几头牛 这个有的穿逼环的有的没有的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大家自然就明白了 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养牛 主要目的是为了繁殖小牛或育肥杀肉的 很少用这个牛耕地了 所以说穿这个牛逼环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头两年我这个牛多的时候 喂的时候都是栓起来 喂完了就会松开 像这个没有穿牛逼环的牛 你看你随着的捉它 抚摸它它不会躲你 在每次拴的时候特别好拴 但是穿牛逼环的牛就不一样了 你每捉它一次 它的鼻子就会疼一次 它每次见到你都会躲着走 大家看前面这头牛 你还没到它跟前呢 它就躲开了 其实这头牛其实也是很老实的牛 但是它就是不让你捉它 你覆摸它的身子它也不好 就是躲着那个头不让你捉它的鼻子 像这边这头也是 你住它它不会躲你 这种牛拴起来特别好拴 以前每次喂牛的时候 都是别的牛都拴完了 带牛逼环的牛最后才能拴上 特别费劲 我这边带牛逼环的牛 都是买牛的时候带的 我自己就给去年用的那头 种红牛穿过一次 那头种红牛在没有穿牛逼环之前 特别好抓 自打穿了牛逼环 每次都抓不住 每次喂牛的时候拴起来特别费劲 我们卷养的这些牛 还有散放的也是一样 只要我们不是天天牵着它来回走 穿这个牛逼环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你要是牵着每天来回走的那种牛 穿个牛逼环 牵着还是比较有用的 穿了牛逼环的牛 你拴着牵着走 它是比较老实的 要是没有穿的那种 特别不老实 牵起来不好牵 看前面这头牛 看它的鼻子 以前也是穿着牛逼环的 后来那个绳子断了 就给它去了 以前这人根本到不了跟前 现在摘了牛逼环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人能走到跟前了 再过一段时间 应该它就不怕人了 所以这群里面有好几个牛 买了以后 我就直接把它的牛逼环去了 感觉穿的这个牛逼环 作用不是太大 也不是说 所有没穿牛逼环的牛都不怕人 都老实 有些比较捣蛋的牛 你要是打过它 它也见到你 也是害怕 也是躲着你 但是这个穿了牛逼环的牛 没有一个好抓的 我家去年那头公牛 就是自打穿了牛逼环 再也抓不住了 主要是因为你抓它一次 它的鼻子就会疼一次 所以它见到你就会躲着走 还有就是这个穿牛逼环的牛 吃草方面受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个人认为 要是我们不是经常牵着来回走的牛 还有是不用它耕地的牛 就没必要给它穿这个牛逼环 穿了以后 只是起到一个负面作用 咱们要是需要抓它的时候 可以给它弄一个牛逼钳子 临时的给它弄一下 用完了还给它去掉 大家怎么看 对这个给牛穿这个牛逼环 是好是坏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圈伦奇留言 好了